橡胶枝是 橡胶树的果实胶子 还有各种称谓 古粒 是表示最坚硬的一种胶子 橡胶叶由最初的绿色转为红色 再由红色转为掉落的棕色 一片叶子在不同时期 给观看者不同的视觉享受 也预示着一年四季的变化 春节前后如果你在橡胶临行走的话 你会看见很多落叶 辛劳的农场工人 会在橡胶树的旁边挖上一个小坑 然后把化肥和落叶一起放在那个 小坑掩埋起来 这样可以为橡胶树增添肥料 橡胶树全身可都是宝 春节是橡胶树长出嫩叶的时期 这时期的嫩叶和小花相互呼应 每天农场的工人很早起来割胶 然后再等上几个钟头去回收胶乳 一般情况下 工人割胶的时间会在四到五点之间 橡胶树因为被刀割过 留下了倒倒伤疤 他们用自己的身体 为我们输送了橡胶的原材料 胶乳 橡胶树 橡胶树